这次我不懂是 这新老子跟住的太脸好 然后我老公他因为也有心梗的嘛 我孩子还小在读书 家里也好我老公 俗话说家有贤妻不声哄哄 娶错老婆害三代啊 既然知道老公有心梗 为什么你还这样不让人省心呢 别看眼前这个痛哭求饶的女子可怜巴巴的 之前打人的时候那可是十分猖狂的 根本不值得可怜 按顺序排队上车 是每一个乘客都应该遵守的规则 这也是文明出行的内在要求 所以对于乱插队的不文明行为 任何人都有权利站出来 要求对方改正错误 可是最近上海一位热心肠的夏大义 在公交站后车市 善意提醒一位年轻女子不要插队时 没想到却遭受非来横祸 被对方丈夫一顿暴打 现在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据夏大义回忆 事发当天大家都在排队等候公交车 公交车来之前 人们都很井然有序 可是公交车刚靠边停车 一名姓孙的女子就迫不及待的 从队尾一路小跑 冲到了队伍最前面 那速度那情绪 就跟有人抢他老公似的 而此时站在队伍中的夏大义 虽然不喜欢孙女士的这种不文明行为 但是也并没有敢出言指责对方什么 而是小心翼翼地称呼这位女同志 说大家都是大清早起来在这排队都不容易 你总应该照顾一下大家的心情 不能刚来就排前面去吧 没料到就是这么一句看似很平常的话 一下就触碰到了孙女士的雷点 紧接着便一脸不高兴地反枪了夏大义一句 说这里又不是始终点站 排什么队啊 再说了别人那是别人的事 别嫌吃萝卜蛋操心 给自己找不自在 只不过这还不算完 可能是感觉在众人面前被指责插队失了面子 接下来孙女士又对着夏大义骂骂咧咧 标出的脏话基本不带重样的 奈何夏大义人老气息短 比不过孙女士终气充沛嘴都不带停的 要知道此时的夏大义今年已经63岁了 哪受过这样的羞辱 最后夏大义被呛得涨红了脸 弱弱地低一下头 索性不再搭理他 本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里便算是结束了 可没成想平时在家里 一人独大惯了的孙女士还是咽下这口气 于是又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公说起了委屈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孙女士的老公在得知老婆受欺负之后 很快就赶了过来 等她老公移到公交站 孙女士便朝着夏先生手一直喊道就是他 而孙女士的丈夫一看媳妇发话了 立马二话不说 冲着夏大义的脸上就是一拳 要知道孙女士丈夫长得高大魁梧 别说夏大义这样的老年人了 就是一般的年轻小伙子 在他面前估计也只有挨揍的份 就这样夏大义根本来不及防备 一下子被被打倒在地上 无法动弹 接着男子又是对着夏大义一顿毒打 最终导致夏大义腰椎压缩性骨折 而夏先生被打倒在地后 男子还骑在他肩上不肯解气 直到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 怕闹出人命官司才将其拉开 并拨打了110报警 很快民警就赶到了现场 并将孙女士的丈夫带到了派出所吃牢饭 而经医院检查夏大义除了眼部鸡血 愚肿受伤 还因为年岁已大 腰椎压缩性骨折 需要尽快做手术 而此事曝光之后 网络上舆论纷纷 很多网友甚至还扒出了 孙女士的公司地址 说要替夏大义报仇血恨 听到这孙女士吓得一下贪软在地上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只是一时的任性 最后事情竟会发展到 这不可收拾的地步 于是连忙前往医院 会在地上哭着跟夏大义道歉 结果就发生了视频中的那一幕 女子面对镜头下跪 请求大义原谅 她说自己家里全靠老公一人称着 她还患有新种 孩子正上了学 老公只是一时糊涂做了赏事 实在不能去做了 不然这个家就要垮了 可是谁家没有孩子 谁家生活轻松 这要是这么轻易就原谅了 夏先生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 把人实施方式欲 事后道歉又成了林黛玉 可以说孙女士当初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后悔 只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不管你老公是不是家里的顶梁柱 是不是给了你无限的安全感 犯了错犯了法 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这下可好了 为了自己一时的冲动 把好好的家高散了 虽然此事看着孙女士的一脸悲痛 小刘也难免生出一些恻隐之心 但是错就是错了 归根结底这件事 是因为他自己插队引起的 所以现在不仅要承担大爷的医药费 还要进行相应的赔偿 而作为受伤的夏老先生 小刘也对他在出现 破坏后车秩序的不文明行为时 能够挺身而出 好言相劝的高尚行为 表示衷心的敬意 也希望公众能够给 勇于站出来的夏先生一个公道 不要让做了好事的人寒了心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